日本中文字幕 共振兵 面穿織 市場 這個階段是這階段掌權 你要麼有抗一葉子 直接給你抗一葉子 我叫馮仲磊 來自河南 在新发地干了近20年了 一直搞大宗批发 我们家的大宗销量能占半个城区吧 城王可以这么成功 绝对没想到新发地能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东西来得非常突然 20多年了头一次封闭一次 12号晚上吧好像 当时我们在外面发货 然后我们到门口已经封锁了 当天晚上在车里待了一晚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找宾馆住下了 过了第二天都平安了 才想起来自己的菜也要浪费了 要扔掉了 6万斤菜吧 这个损失是很难接受 但是你要从大的角度来说 疫情方面来说 不接受也得接受 事实嘛谁也改变不了 对不对 疫情为大 15号吧 做到合适金站又来到市场 继续开始交易 新发地作为蔡亚洲第一大交易市场 如果新发地关闭了 背影我估计不是 市民的百分之七八十都吃不上蔬菜 所以我们不能断了这个链子 为了保证这个新发的菜篮子 所以我们市场领导给市场领导 领导链也开了 我们认了一个新的地点 让我们继续交易 头很俩目的mart 给我找个伙伙了 找个伙伙了去这个地方 一家三 пят的小肺都没有 那条一直在动 那照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不接单 那一看敬我就能形犯利这种不不来 現在吧,老百姓聽說新發的有疫情 就感覺到普及整個方面了 還有,他跟蔬菜沒關係 我們蔬菜挺冤枉的,你知道吧 昨天還賠錢呢 司機的運費高了,工人工資高了 一切都高了 這司機不出高價他不敢來 工人不出高價不給你幹 各方面都要錢 原來一天能賣七噸到八噸 現在十噸我都賣不了了 現在全家老小都在靠一個人打拼 97年推了我,2000年來的 來的目的就是,我叫北漂嘛,打工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鄧小山女兒 在新發地開始幹,賣餐 這20多年就在新發地 說大一點就父母吧 因為跟他們一塊長大的 一塊變強變大的 如果說要是必須 為了疫情,為了什麼 我們必須在離開的情況下 我們那沒辦法的 沒選擇的情況下 才能離開 他往武漢捐了,捐了是大概 七噸,往武漢捐七噸 往光山捐三噸吧 那時候兩萬多錢已經 咱這兒有,咱這個行李的 都一方用的八方資源嘛 時間一直都請願 捐東西我送 時間還有這個行李呢 咱也沒這個行李嘛 大伙兒都有這個行李 就是為一家中國的老百姓 做一點貢獻嘛 就是為一家中國的老百姓 做一點貢獻嘛 就是為一家中國的老百姓 做一點貢獻嘛 沒事兒,我們在外面 該做的都做完了 你呢嘛,我就給你報個平安 你沒事兒 沒事兒 沒事兒 老母親、父親 疫情接觸最想做的是 跟家人團聚 要死去 老父親、老母親都擔心嘛 家裡 別說,別提這個話 提這個話了 不好意思 別提這個話 要找待會兒 这北京的疫情已经困住了 看到没 中医共专家北京已经困住了 6月18日下午 这好事啊 一般都想召开 中国加油 北京加油 最大的希望就是疫情早点过去 最大的判断也是疫情早点过去 就是市场平平安安的 大伙都平平安安的 在全国老百姓都平平安安的 这是最大的判断 再来一棒吧